把这个发展的简单的说了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叫做File的生命周期 会说吗 会说吗 学过吗 学过Servor的生命周期 那以这个大家觉得简单吗 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啊 好了 这个呢就是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不用费那么大精力 因为呢面试的时候 人家不会问你File的生命周期 只会问你Servor的生命周期 OK了吧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 我们来演示一下 看看大家的生命周期是怎么样子的啊 来看着 那这里面呢 我再次做一个生命周期的东西 来你有一个 先你有一个Servor吧 大家习惯成Servor了对吧 来接下来 我这个呢是生命周期 这个呢是 这个下面是 后面是生命周期 来 那这个呢是什么的 Dymo2 Servor了 我现在写的Servor了 可以吧 来点击 Nice 然后在这边 我改一下它的路径 叫做什么 Dymo2 可以吧 来紧急的点击 Nice 那这里面的东西呢 其实呢 我就没必要用了 因为呢我只是 一个资源 是不是访问这个资源啊 对吧 哎呦 行 删就删了吧 反正它也没啥用 是吧 那紧急的我们需要干嘛呀 主要是用来编写什么呀 编写我们的什么 这是Servor 我们要讲什么 Filter吧 来 我们来做一下 Filter 来 Filter 在这我们还是新建一个 class吧 可以吧 来再文顾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生命周期 叫做Live Filter 来紧急着 行 在这继承啊 来在这吧 叫做什么 那张 Filter是吧 来找到 Filter是这 这个 点击OK 然后点击Finish 看到吧 那这里面呢 哎 我们的 已经有了 然后紧急着 需要在这边做件事情 这个呢 是初始化操作 SYSO 哎 我打一句话 哎 我说我的 Filter 初始化了 是吧 然后这里面 来 SYSO 要干嘛啦 是Filter 怎么样啦 服务器 是不是服务了 能拦截到了吧 但是拦截到以后 应该注意干嘛呀 必须放清 对吧 也就是用到我们的 轻点 都 Filter 放清一下才可以啊 然后进行到最后 销毁 SYSO 来销毁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然后进行 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已经有Filter了 那接下来需要干嘛啦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对吧 来 把咱俩 拖配一下 来 在这里面 我们配置一下 外部的插帽 来配置 来 第一个 需要我们的 SWR SWR了 习惯了是吧 Filter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 Filter Name 再来 再来 下转 Filter Clock 然后紧接着 第二步 反正路径 对吧 来 反正路径 就是我们的 什么啊 Filter Maping 对吧 Maping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 Filter Name 然后紧接着 还有 UR Potor 那这个 拦着是什么 Dame 二吧 来 紧接着 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个路径写上去 把这个名称写上去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 访问一下 看能行不能行 那为了访问的好点呢 我还是在这里面呢 我就开始加 加这个 超连接了 OK了吧 HR 然后这个呢 是讲的是我们的 Filter OK了吧 来紧接着 我们改一改 第一个 杠 Dame 一 这个呢 是我们的入门 Filter 入门案例 入门啊 然后第二个 Dame 是不是Dame 二 Dame 二 注意访问的是 Servant 是不是访问 Servant 他拦截 那这个呢 是什么呀 是不是生命周期啊 Filter 生命周期 来 看着 我把它启动起来 哎 看到啥了 是不是创建完了 已经创建完了 那接下来还会创建吗 来 看着 我来 找到我们的首页上 看着我点 走 走 创建了几次 一次 那什么时候销毁呢 来我把它关闭一下 行不行 看着走 看啥了 说有了 那能不能描述啊 会不会描述啊 是不是和Servant 的生命周期差不多啊 有哪点差距啊 初始化时期 是不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的Servant 是怎么写的 是默认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不替创建Servant 对吧 并执行init的操作和Servant 对吧 但是这个大家会发现 它是什么 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就创建了这个Felter OK了 那所以呢 我问一下Felter是 什么实力的 Felter也是单实力 什么呀 多现实力 OK了 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来Felter也就是说 Felter在我们的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你看启动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创建啊 谁创建啊 服务器创建 谁 Felter 对吧 创建Felter 然后呢 调用什么方法啊 调用它的音域的方法 OK了 实现初始化操作 那接下来 信求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那要根据路径吧 是不是根据路径 根据路径怎么样 是不是调用什么方法 调用我们的 DoFelter方法 当然这里面 有创建现成的过程 OK吧 大家知道一下啊 因为呢 我们知道他已经创建了现成了 对吧 这里面注意一下啊 来 创建一个现成 反正根据路径是不是调用的 DoFelter方法啊 对吧 DoFelter方法 然后执行 是不是执行自己业务逻辑 执行业务逻辑就可以了啊 业务逻辑 这个呢 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 OK了吧 当紧急的 在什么的时候啊 当Felter 是被移除啊 是被移除 被移除的时候 或者是服务器 正常关闭 还是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 你看断电了 才来不及是吧 来不及做这件事情啊 你就是服务器 正常关闭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 要用什么方法 第四错误方法 第四错误方法 然后执行 消费操作 就可以了 好理解吗 喜欢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先拿好理解了 OK了 好了 这就是他的生命周期